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今天呢,怎么来讲日本战国人物 大内一星 大内一星生于1477年 出生地在日本京都 小名龟头丸 龟头丸 一定要发音正确 特意给你们示范一下错误发音 他的父亲乃是大内家第14代当主 州防守护山口馆城主大内郑鸿 这个大内士呢,本性多多良 八色性中以朝臣和宿迷居多 说明呢,在贵族中地位比较高 他们自称是朝鲜半岛百纪圣王的后代 大约公元40级中期到公元660年 朝鲜半岛呢,有个国家叫百纪 跟他同时期的啊,还有高孤立 新罗,号称朝鲜的三国时代 就中国这点历史名词啊 被学了都快烂大街了 后来呢,百纪被中国的李唐王朝给灭了 有很多贵族啊,就逃亡到了日本 33代推古女皇时期 百纪圣王第三子临圣太子来到日本 被日本圣德太子赐姓多多良 他的后代呢,来到周房国 居住在大内村 因此呀,成为大内士 世代作为周房的在厅官人 就是实际管理当地的官员 相当于国司 后来呢,又慢慢演变成为守护大明 1488年,11岁的归同丸 在京都元府 受领诗听九代将军足立义上的义字 取名大内义兴 1492年15岁的时候 曾受父亲大内郑红的命令出兵进江 原因呢,是为响应十代将军足立义才 讨伐晋江守护六角高赖的号令 结果第二年呢 幕府管理西川正元 将足立义才幽毙 史称明英正面 一兴只好在射金国按兵不动 观察事态发展 等于说呢,仗位打成 然而这次出征啊 却大大加深了一兴跟大内家家臣的关系 为他以后继承加都铺平了道路 1494年的时候 父亲郑红因为身体原因选择隐居 把加都之位让给了一兴 没多久呢,父亲就去世了 那不到20岁的一兴啊,开始亲自管理大内家 在一兴继任加都之后 大内家呢,连续发生了不少的骚动 先是已经出家的众臣陶武户 突然归国 不仅从弟弟陶兴明手中夺回了陶家加都之位 而且呢,在一兴耳边呢,近禅言 说长门国守护带内藤红聚 准备拥立您的弟弟大护院尊光为新竹 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 他弟弟已经出家了 一兴呢,听信了陶武户的话 将家老内藤红聚和他儿子内藤红和通通杀死 等把人家都杀光了呀 一兴回过味来了 自己弟弟早出家了 一直不问世事,怎么会造反呢 于是呢,又把陶武户叫来 说你近禅言,致使我错杀忠臣 就这样呢,把陶武户也杀了 然后啊,迎娶了内藤红聚的女儿做正事 并让红聚的弟弟内藤红春继承了内藤家 陶武户的弟弟呢,陶兴芳继承了陶家 从而让两个家众臣再兴 这个陶兴芳呢,就是陶秦贤的爹 事情还没完,到了1499年的时候啊 自己的弟弟大护院尊光 真的在家臣山武明的拥护下起兵造反 一兴赶紧镇压,成功之后呢 山武明自杀,弟弟尊光流亡封后国 寻求大友家的庇护 还俗后改称大内高红 这么一连串的骚乱下来啊 大内家原来的几个重臣家族都被削弱 并且重新洗牌 而一兴呢,不仅成功的平定了这些骚乱 自身的地位也不断的稳固 将实权牢牢的控制在了手中 所以很多人就猜测啊 这本身啊,就是一兴在利用家中各家臣之间的矛盾 从而让自己掌权的一种手段 那么大权在握之后 一兴啊,就开始带领大内家跟北九州的大友家和少二家对抗 领地呢,有了一定的扩展 大约在1500年 明英政变中被流放的时代将军足立一才 来到了周方山口馆 并且呢,在一兴的支持下 仍然对外宣称啊,自己是合法将军 这一下,现任将军足立一成 和拥立他的幕府管领西川正元不干了 不仅命令各地大明讨伐大内家 而且还让后百元天皇下旨 宣布一兴为朝敌 人人得而诛之 原来就跟大内家不睦的少二资源和大友亲之 开始向封前国马越成进攻 一兴组织兵力抵抗 但是呢,惨败 大将仁宝互相战死 马越成陷落 面对一众大明的围攻 一兴临危不乱 首先呢,在东边成功笼络了安义国的国人毛里红元 然后啊,充分利用足立一才的剩余价值 让他在其中尽力的斡旋 最终在1507年 先后跟大友亲智和少二资源达成了和睦 大内家在北九州的势力得以保全 瓦解了敌人的围攻之后 一兴开始着手上落的事情 因为本身呢,大内家的实力就很雄厚 当时手上支配着周防长门 封前处前安义和实践六国 1507年的6月 幕府发生了永政之乱 管领西川政员被暗杀 掌握幕政的西川家开始内斗 一兴认为呢,这是天赐良机 随即啊,以前将军足立一才上落为由 号召周边大明一起进军几内地区 当年呢,12月 大内家的部队啊,就已经行至背后国 西川政员的养子西川高国 为了夺权,选择跟一兴联合 将政员的另一个养子西川成员 和现任将军足立一成赶了出去 在一兴强大的军事压迫下 两个人呢,只好逃往近江避难 1508年7月,足立一才成功恢复了 将军身份,改名足立一职 等于说,前后做了两任将军 一兴呢,因为拥立上落之功 被任命为管领带 与管领西川高国共掌幕政 并且呢,兼任山城国守护 负负责守卫京都 这样一来啊,一兴就成为了身负七国守护的大大名 独霸日本西国地区 虽说西川成员和足立一成奋力反扑 但都被一兴给打了回去 直到1512年,天皇亲自下诏 封一兴为纵三卫上 至此啊,列入公卿级别 权势和地位达到了顶峰 不仅如此呢 他还在1516年成功垄断了日明贸易 结果动了西川高国的蛋糕 两国贸易的利润呢,是非常丰厚的啊 西川高国呢,一直表示抗议 后来甚至为了争夺贸易权啊 引发了宁波之乱 导致明朝朝廷呢,关闭了通商港口 是引发明朝窝乱的原因之一 除了垄断贸易 异兴还非常重视本领文化的发展 本身大内家因为与皇家关系亲近 历代当主呢,就深受京都文化影响 就连大内家的居城山口馆 都是仿照京都的样式建造 人们都称之为西京 每当经济地区发生战乱 那些京都的公家贵族啊 都会纷纷逃到山口馆避难 又因为大内家领地处在西国啊 能频繁接触到明朝朝鲜和琉球等地的文化输入 所以呢,经过与京都文化的结合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大内文化 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一星秉持大内家的一贯传统 利用自己的身份之变 特意邀请著名的连歌师松硕 前往山口馆传授学问 然而在一星流经的这段时间呢 原先成熟于自己的出云尼子家 在当主尼子京九的带领下 不断扩张领地 尼子京九我们讲过啊 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翻看 为了讨伐遏制尼子家 一星只好在1518年 辞去管领带的职务 返回山口馆 然而云州之郎可不是好对付的 那在一星回国之后 数年间呢 大内家跟尼子家啊 在中国地方啊 你来我往互相攻伐 一星始终没能成功压制住 尼子京九 反而呢 连安逸的毛利家 都投靠到了尼子家 好在啊 1525年之后 毛利云旧开始掌管毛利市 重新回到了大内家麾下 这才稍微稳住了一些局势 1528年7月 一星率领部队攻打安逸国门山城 谁知呢 竟然在军中病倒 回到山口馆休养 并无太大起色 最终啊 于当年12月20日并逝 享年51岁 死后呢 加度由嫡子大内一龙继承 大内一星是日本战国时代前期 非常强大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名 他举兵上落 成功拥立新的将军继位 掌握中央大权 这一套路子呀 几乎跟60年之后的之前信长一模一样 按照他当时的权势和地位呢 已经是可以问鼎天下人了 可惜的是啊 一样的路子 不一样的结果 魔王很快就突破包围网 独霸天下 而一星却持续陷入与女子家的战争之中 最后呢 病死在床榻 不禁令人唏嘘 好的 今天的故事呀 咱们就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